民警通过公共视频在离停车场一千米外的一处车祸现场追踪到了报警人的红色轿车 民警调查后确定当晚确实是赵某开走了这辆红色轿车 不过赵某解释他也有一辆同款红色轿车使他开错了车 他应该是酒喝醉了因为我们他出事故之后交进到现场我们对他进行了现场酒精呼气测试 那吹气值是208毫克每100毫升的酒精量 直到凌晨一点多赵某在醉酒状态下开走了报警人的车 赵某车辆跟李先生的车辆又停得非常的近 那么车子也是一模一样的 而凑巧的是李先生车钥匙就留在车里 车子开到一个路口时追尾了两辆等红灯的小车 赵某的第一反应就是我喝过酒 我发生事故我就不能报警 然后他下车查看情况的时候发现我开错了车 这个时候他还是没有想到报警 因为他想到报警肯定会被嫁处理 赵某想着和对方私了 第一辆车车损轻微拿到800元赔偿就走了 第二辆车车尾凹陷金额始终贪不拢 就在这时民警赶到了现场 目前赵某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